各位同學,我們現在透過一些影片 去學習Chapter 5 Quadratic Functions 的例子 在這個例子中,我拍了短片時 你會發現解像度很低,所以印的文字會比較萌 所以你可能拿你本的教科書 拿你本書出來看一幅圖,然後聽我的講解就最好了 好嗎?預備書未呢? 好,你可以Boss 了它,然後預備書 這裏有一個Quadratic Curve 這個功能就是x2加6x-7 它就問我們y-intercept是甚麼 我們先看,y-intercept是y軸的截距 那y軸截距在哪裏呢?就是這裏 好,這一點,我看見這裏應該是負7,對吧? 千萬,這一點就是負7,0 但y-intercept就不要回答負7,0負7 應該答,y-intercept是負7 就這樣答,y-intercept是負7 我寫大一點,好嗎? A,y-intercept等於負7 因為0負7就是一個point y-intercept就是問你那個距離 正則代表在上面,負則代表在下面 好,the equation of the axis of symmetry axis of symmetry就是對稱軸 對稱軸,OK? axis of symmetry,對稱軸 我們要重問一次,對稱軸在哪裏呢? 對稱軸在哪裏呢?在這裏 看這裏,這裏是不是? 中間這裏 我們用一些虛線來畫它,好嗎? 這裏是一條vertical line 是一條vertical line 那它的equation是什麼呢? 剛剛切過負3 x等於負3 所以這就是x等於負3 應該這樣寫 is x等於負3 千萬不要這樣寫負3 因為axis of symmetry 是一條直線來的 直線的equation 應該有x有y x等於負3 OK 好,c part問我們 the coordinates 是座標 of the vertex of the graph Vertes就是頂點 頂點就是這裏 這裏就是Vertes 好了,這個Vertes是什麼? 就是你小心點看一下圖 好,那我就眼睛看見這一點就是 負3 負16 所以我就寫下Vertes 你可以寫等於的 等於就是負3 負16 OK 好了,最後一部份 我們看看,先移上圖 好嗎? 然後呢,我們enlarge 這個graph enlarge少少 OK,好吧 enlarge少少 這樣 它就向我們找 minimum value of the function 最少值 minimum value of the function 那什麼叫value of the function呢? value of the function 即是它的y值 它的value of y 它的value of y 我們看看圖 在這邊 value of y 就是 positive y的值是正的 正的 正的 一直在drop value of y 是否在drop drop到這裏 value of y y的值是否上升 y的值是否上升 去到這裏 y的值是去到 由15 10,15,20 Value of y 一直 decrease 然後 increase 去到哪裏是最少呢? 就是這一點 在Vertes那裏 value of y 就去到最低值 那它的minimum value是多少呢? 最低值 最低值就是這裏 就是Vertes的y coordinate 落到這裏 落到這裏 是否落到這裏 這裏就是它的minimum value 所以我們就分下 minimum value of the function is-16 那這個就是minimum value minimum value OK? 小心點 如果它問我們Vertes 就是問我們一點的 所以我們要比 X在比u Y在比u 如果問我們minimum value 就只問我們y值 只問我們y值 所以我們就這樣答 y值就可以了 OK?